她当时就把自己的那个金的手链去买掉 然后就把钱给我去烫头发 可是觉得那时候我真的太不孝顺了 吵嚷烫法爸爸卖手链筹钱 阿莎哽咽自责不孝 广东话叫英杀德杀 就是你应该花的就花 阿莎以往被传家里富裕 因为爸爸是娱乐公司CEO 全内人脉广从小就有庸人之后 她在大陆节目受访否认 我常常看到网上面说 我爸爸很有钱 我真的很想知道 这个消息是从哪里得来的 我家里的经济条件 也不是说非常富裕的那种 我是没有概念的 因为我爸爸妈妈都会给我最好的东西 然后有一个经历是 每一个礼拜六 我妈妈都会带我去学芭蕾舞 她来接我放学的时候 她都会带我去吃一家餐厅 很少一家人出去吃饭的 通常都是在家里吃 就是我妈妈每一次都会叫我选 但是她自己都不选的 小时候不知道 我小时候是吃得很开心 然后长大才会再回想起那时候的那种画面 我就觉得 我妈真的对我太好了 所以我小时候我是没有觉得自己很穷 或者是很自卑 因为我爸爸妈妈都会给我很好的东西 我看到我爸爸有一篇文章 就读中学二年级 就爱美嘛 然后就跟同学说 我们要一起去烫头发 我就去她公司找她 去拿钱去烫头发 然后我爸爸就没钱了那时候 然后我就一直哭着 我说不行不行 我已经约了朋友 我一定要去的 不能放鸽子的 后来呢 黄昏的时候 我爸爸就给我钱去烫头发了 我看那个文章她写了 她怎么把钱弄来呢 她就是 她当时就把自己的那个金的手链 去买掉 然后就把钱给我去烫头发 但我小时候是不知道的 我是长大之后 她才告诉我这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那时候 我真的太不孝顺了 所以我每一次看到 人家说我爸爸是一个超级有钱的人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这也让阿萨养成节俭的个性 我不是扣门 两个东西 一个比较便宜 一个比较贵 那为什么你要买贵一点那个 不买便宜一点那个呢 家里面我的牛仔裤都是穿十几年的 这它没有坏掉还是能穿的 而且我觉得牛仔裤是也不会过时嘛 东西用了很久 我会不舍得扔 然后我妈妈就会说 哎 你是垃圾婆吗 有一次Manny生日 哈哈哈 然后我就 不记得嘛 然后我就从我包包里面 拿出我一直纯的印花 我就把那个印花给Manny 哎 生日礼物 只差两个 然后你再补可能一百多块 就可以换到一个名牌的道具 哈哈哈 你知道我多不舍得才 才给他我的印花 你们要不要喝东西 我有几个那个红包 我今天就到气了 哈哈哈 如果我今天不用就没了 打工了 打工了 你 可能 我